订阅关闪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民间传说生肖属虎的人有诸多的禁忌 比如说迎娶新娘时要回避 如果看到动物生产下一代 雌性动物就会把下一代吃掉 这些禁忌是否属于迷信呢 如果不是属于迷信 生肖属虎之人为什么天生命格会如此 学佛是否能够改变此命格呢 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学佛连人都可以不做 何况是人的命格 东东都能改 地藏菩萨都有灭定业真言 定业说很难转 实在它也可转 所以就单看我们自己的发心 所以你自己属虎啦 属什么生肖啦 确实有这样的述数 或命理或民间传说的 一个这样的归纳的一个说法 也好像就有这样的灵动 所显现出来的人生机遇所在 但是这些都不必去执着 你看属虎 我们这是愤怒连识 金刚立识 连华生大师跟一席错家父母 在这个波丹虎穴闭关的时候 当地不是有一个大鬼魔到处作祟 降服他的因缘道 所以连识跟一席错家父母 视线金刚立识 连识就视线立识身 拿着这个金刚处和蒲八处 佛母就视线为蒙虎 连识就站在虎背上 去降服了这个妖魔 但是这也有个故事 这个表法也有这个虎的代表 嗔恨 因为动物里面虎的嗔心是很强的 你看这个金刚骇母 金刚骇母视线16岁 另外的不共传承 视线13岁妙龄少女 全身就是红色裸身 那他的这个右边脸颊 却视线一个猪头 为什么 降服愚痴 猪就代表愚痴 无名愚痴 不论猪也好 虎也好 或者蛇也好 龙也好 你什么生肖 你可能有那些特质在其中 但是这些遇到佛法都能转变 都能被调伏 都能显现 跟你现在所显现外向的 截然不同的根本自信 你现在显现什么 像你是男女老幼哪一国的人 什么肤色 看起来高大威猛 还是非常 是一个先先弱女子 或者就是 你是属什么生肖 属虎的 属猪的 属蛇的 有这些特质 有这些命格好了 这些都能把你的根本 清净自信 就是佛性显现出来 那也唯有佛法 不是树理 或者不是献贡献祭 就是祭天 祭神 祭鬼 你可以显现出你的清净佛性 没有办法 你唯有行持佛法 所谓的不二法门 就是你没有第二条道路 你才能让你清净的自信 显现出来 跟佛无二无别 所以你在人世间 你会有这些命格之说 生肖之说 树理之说 这些都会遇到 我就跟大家讲 不要太执着 既然已经学佛了 对不对 学佛了 归一法 就是要归一佛的正法 不要再归一世间法 那世间的数数 鬼神之说 阴阳之说 这些树理 那是不究竟法 那是外道法 如果你一执着它 甚至起而随学 那就抵触到你的归一戒 你就没有归一法了 你的三归一在哪里呢 是不是 所以归佛 归一法 归一生 弥足珍贵 一生都持戒 为什么 戒是保护自己的 一生持戒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慧命 都能得到平安 甚至是永生不灭 涅槃的境界就永恒不灭了